VMPK的使用 VMPK是一个可以使用键盘来输入音乐的一个软体 那你启动之后你可能会看到是英文界面 这个不是很要紧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通常只有几个地方 第一个你要选择的乐器在这里 目前是用0.7的版本去选 预设是钢琴 预设是钢琴 那你可以用键盘当你按下Z键 你会发现它是 低音的抖 所以你按下 Q键 Q键会高一个音阶 照着顺序这样子 那你也可以 几个按键一起按下去 假设你要按和弦 那就三个按键一起按下去 三个按键一起按下去 这样就可以输出 音乐 那现在问题来的 你怎么样把这些声音 把它 收录成 一个声音档 变成一个声音档 变成一个声音档 那我们会用到的是 Audacity这一个 问题是 Audacity这一个软体 它的录音的时候是使用什么 麦克风 预设是麦克风 麦克风 那你要怎么做 你要把它调成 Windows 音效预设 Input 这个 要不要立体声那是你选择的 这都不是很要紧 重点在这里 问题又来了 Windows预设 Input会是谁 一定是麦克风 所以你还是录不起 那在设定上要怎么去设定 做一次 示范 这一个 选择设定 我们要找到的一定是系统音效这里 然后找到音效 那这边要仔细找一下 往下找管理音效装置 麦克风 不是这里 再来往下找 管理进阶 音效选项 输出输入 这也没得选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 对的位置 就是 声音控制台来看看 这里 那我们预设 录制的地方 这里 录制 录制我们预设在麦克风 给它点两下 进来 看这里 这边有一个接听 接听哪一个 喇叭 它开始的时候是预设装置 那我们要把喇叭的声音放进来 所以好几个位置要注意一下 按下确定 再来看一下 你要找到的是 麦克风 这里麦克风 这里麦克风 声音里面的麦克风 点两下进来 或者点内容进来 然后找到接听 然后请你选择喇叭 按下确定 按下确定 按下 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 Audacity 来 录 VMPK 弹出来的音乐 那我们来做一次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录音的音量你自己调整 这时候你自己调整 我们调到这里试试看 你按下录音键 好 收 我们回来这里 好 这样就录完了 那我们回到 最前面去听听看 是不是有录起来 我们回到 目前这里 我们把音阶缩小一点 回到最前面来 那这前面这一个 我们就从最前面开始播放 这前面是我的声音不是 我们回来这里 好 没有录到 我们关掉再录一次 我们把麦克风调大声一点 我们把麦克风调大声一点 调到最大声 调到最大声 播放声音也调到最大声好了 这样就有时候收到声音了 我们可以利用征服的方式 效果 征服 确定 再播一次 所以这个时候这样子你就可以收到音乐 然后剩下就是输出成MP3 或者是把前面的音去掉 那刚开始录的声音会比较小声 所以你记得要把他的麦克风的音量调到最高 那在Windows设定里面 也有可以把音效调到超过100%的部分 那可以的话就把喇叭的声音 在设定里面 或者是在这边 请你把喇叭调到最大声 调到最大声 甚至如果真的看你声音 声音如果真的不够大 就利用征服的方式 把它稍微加大一点 如果加到破音或有杂音 那就又不太适合了 那简单录我们怎么利用VMPK 可以去转入用Adusty 把它的MIDI音乐 就可以利用弹奏的方式 把它录成MP3或者WAV档 去汇入到我们的Squatch里面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